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父亲说年轻的时候 怕我父亲怕你眼睛都看不见了 结果我们跑到台湾跑了一次 零找见 今天四月份为他写了一封信 张靖山爷爷 作与山西省家乡的女儿 张宏美的委托 带回我们的家乡故里 请我们张爷爷一路跟着里长 这是我年轻时候的照片 我上中学上高中的时候 从那边数第二个是我 这是我年轻时候的照片 看着求学时期的黑白照片 77岁的张宏美 回想起过去时光 她承认自小个性就特别好强 因为我从小 我自己想 我虽然是个女的 农村里的女孩子是被人看不起的 但是我呢 我总想 小时候我这性格就是 男孩子跟我打一起 我绝对不服他 长大了以后干工作也是 跟男同志一直干工作 我也不服他们 就连骑自行车 我都不能看见前头有人 非得超过前头人不行 张宏美出生于山西沈陵坟市 上头还有个打她五岁的姐姐 张宏美还在母亲肚子里 父亲张靖山就被征召去当兵 就此张宏美再也没见过父亲 我从小时候吧 小时候孩子们都在一起玩的时候 我父亲回来给我买啥东西 我说我父亲回来也给我买什么东西 人家有小孩有小孩 说他还有父亲呢 说我还有父亲呢 当然我心里也特别难受 我心里就不服气他们了 我说那我 我虽然父亲不在我跟家吧 我是有父亲的呀 我的姥姥是在26岁的时候 她的丈夫走了再也没有见过 那她就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她就不能回来 所以呢她就一直是一个人 一直到了75岁她去世 在这期间呢 她就带着我的姨姨和我的妈妈 一直是她一个人 把他们怎么样带到 照期两岸关系紧张 有亲人在台湾 一般家庭都不敢对外张扬 更别说主动打听消息 直到1987年 两岸开放探亲 张红梅透过老乡传话 才知道父亲已经过世了 这个是我圆了一个老乡 就在高雄市呢 她的信 信上告诉我在圆恒市 结果我们跑到台湾跑了一次 我到圆恒市就去了 去了以后 当时人家挺负责任的 能够在店那儿查车没有 然后我说你是不是漏了 把你原石布子给我拿拿看看信 有没有 原石布子拿出来也没有 结果呢我一回 从台湾回来以后呢 没有如愿 那么这个事情 告诉我的妈妈以后呢 她也是特别的激动 哭啊哭 她就觉得特别的时髦 但两姐妹不愿放弃 尤其是张红梅 想尽办法就是要找到父亲的下落 于是她决定开始学习使用电脑 上网继续查 后来我心里总是不服气啊 后来我就 让孩子们都在网上查 后来我也买了电脑 我自己也查 后来查到刘里长 其实也跟刘里长这个 也是素不相识 我们也是在网上看到 看到她的事迹很多事迹 我们就报这个试一试 看是能不能办到 结果张红梅立刻提笔写信给人在高雄的刘德文 不过过程费了她不少功夫 那封信写得挺快的 但是最后写成都费了好大事了 就查字典了 因为我们现在都写的那个简化的字 有些字我也害怕台湾人不认识 我就查着字典找那凡提寺 诗 诗字是这个凡血帖是这个 寺庙的庙 这里头一个朝鲜那个朝字 就是老血帖 现在是一个自由的游 我今年的四月份 就接到那个一个挂号信 这个挂号信里面我也不认识 然后我一看才知道说是一个山西省的 刚初我看到那个我们的那个长老的女儿 所寄来给我的信 所提到的元亨寺 所以我就是第一站 我就先到我们元亨寺 来询问 看有没有长辈的骨灰在这边 收到张红梅的请托 刘德文立刻开始探听张靖山的消息 只是元亨寺也给他同意 南诺山的消息 王满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